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只活力点头小鸟 先看一下动作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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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点头小鸟 接着我们变成一个啄木鸟 是这样子动作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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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我们开始正式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只折法 第一个我们将这一张纸 这是一个A4的纸 A4的纸我们把它放在桌面上 现在我们这样子往中间对折一半 好 这里有一个辅助工具 我们稍微这样子压平 好 接着我们转个变成长方的方向 我们接着向右边折一个三角形 好 反面过来 左边也是一样同样折一个三角形 好 我们接着将纸把它放平 好 接着将这个纸往上面折 往上面折 就像好像要折飞机的造型 的样子好 折好 好 接着我们将纸反面过来 好 另外一个方向 好 往上折 好 折好以后 我们将纸把它打开 尖尖的对着自己 好 这个尖尖跟这个尖尖 往中间对折一半 好 折完以后 纸向前翻 好 我们将这个纸往上面对折一半 好 打开 好 这一半 我们再往这个中心线再对折一半 好 折完以后 我们将这纸转个180度 好 这个点 中间这个点 我们折下来 好 另外一边也是折下来 好 折完以后 这两个地方 我们要将这个纸把它塞到这个 这个 这个旁边的洞里面去 好 接着将纸反过来 好 这个造型 好 我们将这个纸 向右边折一个三角形 好 打开 好 向左边也是折一个三角形 好 打开 好 转正 好 这里中间有一个交叉 我们将这个纸往中间合起来 中间合起来 好 合完以后 我们将纸把它包起来 好 这个稍微压平一下 好 接着 这里有一块 有一块上面这个中间的这个 我们要将这个纸往下折下来 好 再把它往中间合起来 好 我们将这个一点稍微压平一下 好 接着我们将这个纸往上面 折一个三角形 反面过来 折一个三角形 好 折好 最后我们将这个小鸟 大概三公分的位置 折一个小鸟的头 好 这一支佛力点头 小鸟就完成了 好 看 我们示范一下 看到人就说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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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大家事事都美好 好 今年是鼠年 好 鼠年 贺岁平安富贵 鼠年报喜 皆大欢喜 健康快乐就是你 哦 耶 好 谢谢大家 好 完成了